今天我們在這邊舉辦的記者會是針對原文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舉辦的普林馬藝術節之前釋出的宣傳影片的內容有相當大的爭議跟刻板化的問題 那針對這樣的問題原住民政策協會我們認為作為文化事業最高主管機關的原文會 根本就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這部宣傳影片它刻板化了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族女性的形象 從這支宣傳片裡面的角色設定是一個原住民族的女子跟一個白人的男子的互動 但這個互動過程當中它其實就已經透露出性別跟膚色底下的差異 今天原住民跟女性一直以來從17世紀的帝國殖民以來 它就是一個被殖民的課題它就是一個被觀看的然後被跟蹤的被窺探的課題 而白人呢男性呢則是觀看的主題但是今天我們的國家殖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都已經這樣子在看待原住民的時候 作為原住民族最高主管機關原文會為什麼自己還要去複製這樣的刻板印象 我們很少看到原住民族而且又是原住民族的女性 這樣一個多重的一個敏感的身份來到這邊爭取他們應有的這個權利 其實我們有看到那個影片其實那個那樣子的一個方式的呈現在台灣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其實以這樣子一種刻板印象物化女性的影片其實都應該要被譴責的 它就是在複製一種刻板印象然後來加深對於女性的一個歧視 然後今天的這場記者會又加上了一個原住民族的這個敏感身份 所以我們跆拳會做一個人和團體 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就馬上答應要來深淵 我們剛才得知昨天晚上連結當中還在的影片YouTube上的影片 現在已經找不到了現在已經被下架了 我們不知道原文會是不是真的這麼緊張 如果真的這麼緊張的話是不是早在一開始就應該針對廣告的內容 就應該針對原住民文化基金會發出去的廣告內容 就應該好好的審核好好的監察好好的掌控自己的宣傳品對全台灣人民造成的影響 今天身為原住民女性的身份來發言我想講的就是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今天這一部影片是用一個金髮男子一路尾隨你的原住民女性 然後他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在最後說我想認識你 這部影片講什麼我想認識你什麼 這是一個 這一支是要強調古力馬藝術級的藝術節的文化宣傳 藝術宣傳 可是我想問的是 藝術在哪裡 文化在哪裡 我們的民族認同 我們的原住民認同在哪裡 今天如果今天最高等級單位的這個原文會 因為他把整個藝術的呈現 藝術的背景是放在部落來呈現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看得出 部落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在捷運站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好像 自助性行銷的去行銷一個這個悠遊卡 然後呢 我想認識你 我不知道他表現的是什麼 對我們這個在部落裡面的表演藝術者 或是說這個藝術創作者 實在感到非常非常的通心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期待的一種文宣廣告 他居然是一個非常粗躁的一個呈現 我們也期望 從這件事件之後 所有的這樣的一種行銷 這樣的一種廣告 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個 非常有嚴謹的一個制度 有嚴謹的一種監督來呈現 不然一個非原住民的來機製作原住民 他所呈現的那種文化內涵 會是什麼樣 其實我們是希望藉由 就是這一支宣傳片來去看到 整個原文會內部結構的位置 那我相信非常多原文會內部在我前面 可是很認真地在對待所有的工作 畢竟我們 不管我們是一支圈圈 也好也就是一支圈圈圈 畢竟我們在台北的文化對面 那這支圈圈圈接下來 就是真的要針對外部團體 尤其是原住民族團體的訴求 去做回應 這樣才有辦法真正的去落實到 真的很關心與族民 愛原住民這樣子的 可能是訴求 或者是可能是榮會的初衷 也謝謝你們 我們今年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幫大家看一下你們的聲明 跟對我們的一些 建議的詳細品 不會 只要原文會有接受到這樣子的訴求 而且願意去做承諾的話 就是一人去做內部檢討的話 我們今天怎麼樣做期的會 都是值得的 今天董事長會召開一個協調會 針對指示是不是 有 昨天董事長有工作指示 今天會針對這個 現在的訴求 會做一個檢討 那協調會是 找哪些人來協調會 我想一定是 就是做公主主觀 然後包括還有一些 一道包裝 一些專業的 公視和精彩的 所以我們可以幫忙 原文會到底會不會 原文會到底會不會 不要自欺其人 不要自欺其人 不要自己歧視自己 不要自己歧視自己 不要自己歧視自己